今美的陶器结合不同媒材所制成的工艺品 是利用花莲丰冰村特有的粘土所制成的 在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办理的三川离海艺术创生计划下 针对传统制陶工艺材料进行盘点调查 并分析过完产业与地方发展的关系 再让艺术家进驻到部落进行交流与材料实验 让部落的自然资源在时代的变迁下持续发挥价值 艺术家老师来做这个一材质的淘土的创作去应用 不过我们还是用非常传统的自然的那种烧土的一个方式 去烧出来的一个作品 那这些都是部落的年轻人跟着艺术家 跟着老师去创作出来的作品 我们的介入可以让他们更了解说 这些东西可能接着可以从事成熟 如果要以艺术家的身份生活的话 你可能需要有什么样子的才能 你可能要如何去申请这些补助 如何去找到艺术来贩售来展书 计划从2018年推动至今约五个年头 除了传统制陶工艺外 林烟署华林分属已在华林峰名乡的六个部落 访谈超过50位其老 记录至少70种材料的运用方式 并透过出版书籍老幼共创绘本和纪录片等形式 作为部落文化传承的媒介 下一个步骤就是深化 因为我们跟各部落大概资源都已经盘点差不多 而且跟部落也都已经很交心 也知道各部落想要知道的发展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些能够真的把它落实产业化 展望未来 林烟保育署华林分属期盼 能让部落达到区域型的产业模式 而近期也透过办理期待之地雨山生活展览 展出部落传统生态知识有关的绘本 文化材料图质以及文创商品等 持续以当代艺术作为传统知识 自然环境对话的媒介 看见部落新创产业发展的机会 文化材料图质 采访报导